全世界最好吃的Seven 看來他們的東西真的超多超豐富 喔! 喔! 買這個 好嫩喔 現場點這個 泰式奶茶 我就不會買它啊 沒有 看起來越樸實無華的 越好吃 龍跟我在泰國第一名 有點像我們台灣口味的沙茶醬 我超愛吃沙茶醬 喔! 好濃郁 這就對了各位 你們不能拍手指的這樣拍的喔 超好吃 欸這超濃郁 大家好我是小屋 這些你吃過嗎 泰國Seven美食開箱 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網友票選出來說 全世界最好吃的Seven 除了台灣之外呢 泰國也是榜上有名 甚至很多人說 泰國的Seven實在東西太好吃了 好希望台灣也吃得到 我這次住的飯店 正對面就是一間Seven 所以這幾天的宵夜 我全部都吃Seven 那到底有多厲害勒 等一下打你進去看看 然後今天就要挑選出幾樣 網友推薦以及當地人 Benson推薦的有沒有 有超多好吃的 有些名單對不對 對 另外跟你講 你看 我這邊有一個 我昨天買的熱鴨吐司 因為大家都說 來泰國的Seven就是要吃熱鴨吐司 結果我昨天買的時候呢 他沒有幫我壓耶 怎麼吃怎麼吃 所以我今天要憤怒的回來 請他幫我補壓 要不然 沒辦法 所以我想說先試試看看 因為我從來從來沒有吃過他們家熱鴨吐司 你有吃過嗎 有 是好吃的嗎 好吃的 OMG 會酥酥的 Benson有什麼推薦的嗎 在地人吃的 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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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其實這間Seven不算大 可是他東西都放得非常非常的滿 你看他們的東西真的超多超豐富 就是一定是滿到不行 然後可能打好處就好多種 什麼推薦的嗎 第一個必吃 然後你們可以看就是這個Easy Go 它主要在泰國有兩大品牌 好專業 一個是Easy Go 然後一個是CP 蜂喔 對 普蜂 然後我都是吃Easy Go 好像是說是紅碗的對不對 對 紅碗的最好 因為很多人都說 紅碗紅碗我還看不太懂 後來他發現原來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一個的話就是 蟹肉炒飯 多好吃 超好吃 這個是會粒粒分明的那一種 不是絲絲 如果你沒講我是不會拿這個東西的 因為它看起來很難吃 沒有 它真的很好吃 OKOK 拿 然後他們家還有第二樣 炒果條也是非常好吃 喜歡吃大泡豬的人 也是推薦他們家這個大泡豬 欸 我昨天有吃耶 對 好吃 真的好吃的 然後如果要豪華一點的話 可以加一顆蛋喔 這是平價版 然後這是豪華版 升級版有蛋的這樣子 差不多8塊錢 然後呢 我要吹湯的部分 欸 他們家有賣湯喔 有 OMG 這個湯 湯的話這個叫做甘蔗豆腐 就是新的冬粉豆腐 嗯 然後裡面有肉球 然後跟冬粉 然後還有豆腐 照片長這個樣子 然後另一碗的話就是 東洋公 可以幫我拿這個東洋公嗎 我超愛喝東洋公 我是東洋公的粉絲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喜歡吃蛋的話 會推薦這個 CP的這個蒸蛋系列 我跟你說 我真的要講 因為呢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就私訊我 他就說 泰國7的蒸蛋 吃爆就對了 超好吃 要說每個都好吃 CP值超高 因為他應該才20塊 真的假的 他是有料的耶 是有料的 而且非常好吃 這個是蟹肉棒 然後這是香菇肉 然後跟這個 這是比較basic 基本款的 欸 如果沒講 我真的不會拿蒸蛋 我真的不會 那奶奶的口味好吃 我喜歡 喜歡這個蟹肉的 好 拿拿拿 Thank you 他幫我熱好了 欸 等一下 我好奇 那這個黑盒子 都沒半個好吃的是不是 黑盒子的話 其實我們昨天不是有去吃打拋豬炒飯嗎 對 這個是 拜託讓我拿這個 他把那個湯一起炒到炒飯裡面 就感覺就是很 很 怎麼講 很酸口味 把汁鎖進去裡面 對對對 OMG 東陽宮炒飯喔 這個是好 拜託買 我超愛這種東西的 其實他東西品項很多啊 還有一種像是小菜類的 烤肉 這是烤肉配糯米飯 這個的話就是紅咖哩 其實稍微看圖 就知道說是什麼東西了 然後這個就是打拋豬炒飯 泰國的Seven真的好慣 你看光這兩櫃喔 他食物的品項就很多 甚至同一個可能打拋豬就有三四樣 可以讓你挑選 然後可能有加蛋的不加蛋的你看 真的很多可以選 然後這兩個的話 市米漢堡系列 開胃菜的部分這個非常好吃 是 可以推薦給 好的這個很讚 然後這個是有點像台灣版的甜不辣 哦 了解了解 甜不辣超好吃 你要吃哪一個 吃這個好了 好沒問題 我看到熱鴨吐司了 熱鴨吐司超級多的 是不是淋藍外木 等一下怎麼選 我聽說要吃有可頌外皮的 這個是熱鴨吐司的 上面是可頌吧 然後這是一般的可頌 哦 了解 所以要吃這個啊 有人說這個好吃 然後這個的話是 Cream Cheese的補順 然後這個的話是肉鬆 我自己本人最愛的就是肉鬆 Come on 等一下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我昨天買什麼 肉鬆 我昨天就吃肉鬆的啊 那我昨天 我有吃 我有吃 OMG 不可能 7超越7 這個真的很好吃 一開始他只有出這個原味 對 後來他又出了 泰奶跟巧克力口味 我吃了這個很口味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原味的東西 泰奶口味 就是經驗到我之後 我隔天又來買巧克力口味 我們回去慢慢邊吃邊開箱 要不然這邊就已經10分鐘了 這怎麼辦 太多了 好冷凍食品啊 OK 不能看了 不能看了 回去再開 回去再開 OMG 現在我們自己買回飯店又微波 超香的 哇 發瘋了 欸 這東方公嗎 東方公 湯怎麼那麼少 等一下要加一點水 跟餛飩一樣 人工食品要記得加水再微波 你蝦食買餛飩的啊 天鋼啊 真的喔 你們都不知道 加熱時間 好的 各位我們回來飯店要開箱啦 我跟你說我買了一整桌的東西 有甜的有鹹的 有主食有副餐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集一定要分享給朋友看 因為資訊量滿滿 真的 每一個看起來都超爆好吃 我們覺得我們今天從 應該最紅的熱壓品質開始吃好了 可以可以 我昨天那個沒壓到的那個 肉鬆口味 壓完之後其實就會長得 欸 好特別喔 長得這樣子 肉鬆這麼樸實無華的東西 為什麼大肉鬆那麼好吃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加美乃滋 所以吃起來不會乾乾的 那個調味是好的是不是 對對是好吃的 因為Selina說肉鬆是最好吃的 我跟你講我如果沒跟我講 我去那邊看 我最好會拿肉鬆 是不是濕濕 嫩嫩的 它的肉鬆很香耶 對 因為有加美乃滋 它有點微微的甜甜的感覺 畢畢有點炒到那種硬硬的 欸 真的好吃耶 另一款的話是可頌的麵包 可頌的鴨土 你吃過這個嗎 有吃過 它是那個酸奶口味 然後裡面的話有火腿跟酸奶 有沒有看 義大利麵醬 還有火腿在裡面耶 看起來覺得很好吃 口味很多很安心 買這個 好嫩喔 好好吃喔 一般的吐司淨化成可頌嘛 就變成說更有一個口感在 可是它吃類似那種酥片濃湯上面的酥片 對對對 欸 這個好吃耶 欸 不要再吃肉鬆 沒有啦 不同感覺 就是我單吃那個上面的鴨人可頌 我會覺得它是酥 可是不甘喔 我會覺得說 喔 口好 口好喝飲料 什麼類的 這個很好吃 嗯 這營肉鬆梅真的 對 各位 我看到這一集的人真的是賺到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去 陌生的國家 我去便利餐店 都是忙買 特別是菜文又看不懂 對不對 看普遍買 然後可能就吵到一些雷 你就那餐就有一點 沒那麼開心 看我們的影片 看到喜歡的 再去買就對了 蛤 親食下一個那個漢堡 喔漢堡 漢堡 這都是早餐系列 鱈魚堡 你覺得它要比麥當勞的好吃嗎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也不會乾乾的 是好吃 你知道最大的問題點在哪裡嗎 你回光太久了 它的醬我覺得比麥當勞再特別一點 因為麥當勞我吃很多吃麥香魚了 然後它的醬更甜甜的 有點那種就是 那種Buffet會出現的醬汁的那一種 很高級的味道很好吃 它魚好像有醃過 你覺得很濃郁 看起來很一般 但是真的很退 塔塔醬的感覺啦 那種塔塔醬的味道 甜甜的 欸為什麼不行的 我需要先喝點飲料 泰國的Seven也有出那種手搖飲 如果是更大間的門市的話 他們還要現場煮飯 就是他們有賣輕食那種減餐 Seven店員也要現場煮飯 就是幫你做打拋煮這樣子 對對對就放盒子然後這樣 扯喔 很多網友也有激推的 他說就是要在Seven現場點這個 泰式奶茶 然後我點了泰奶之後呢 Benson說一定要喝台灣奶茶 我說蛤 這邊有台灣奶茶 畢竟我是就是很想念台灣奶茶 台灣style 台灣奶茶 那你覺得好喝嗎 我覺得非常好喝 非常嗎 非常驚豔 好喝很濃 真的好喝 因為我昨天已經喝一杯大杯的了 那我要想喝喝看 台灣奶茶 台灣的真的 所以 它的名字就是台灣奶茶嗎 對你就說 茶農台灣 茶農台灣 到底狗林牠還是在泰國喝台灣奶茶 超好喝 喔好甜喔 很好 你你你你細細品嘗 就是很手搖引的奶茶 對很好喝 欸就是可以再加珍珠 啊剛好我們這一間Seven珍珠賣完了 所以就沒有珍珠 它可以變珍珠奶茶 珍珠泰奶這樣子 擺頭大太多玩了 喝泰奶 泰奶就是比較橘 橘橘的這一種 直接來一個 啊主食 蟹肉炒飯 各位 你到底是多愛它 超好吃 你自己看 如果這個發那邊 然後又有很多那種打拋出那種 繽紛的有加蛋的什麼的 我就不會買它啊 沒有看起來越樸實無華的 越好吃 它就乾乾的感覺 粒粒分明 炒飯真的要講究粒粒分明 蟹肉炒飯 是好吃的耶 蟹肉炒的不錯耶 是粒粒分明 可是我知道的問題 我個人的問題啊 因為我覺得 果然泰式我講求是超重口味 這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到那麼 有醬啊什麼的 它就是清爽的炒飯 我知道了怎麼救它 第二口 就是配東硬東 對 我知道怎麼救它了 超愛吃東漾公 應該很多人還沒有吃過東漾公 然後裡面有一些蘑菇啊 然後香茅類 喔 好濃郁 這就對了各位 這個水了就對了 你看 最佳組合 比較清爽的東西 然後立地特兵的炒飯 搭配一口重口味的湯 配在一起吃 我們不能拍手指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超好吃 可以拍 而且這超濃你喝 它這個度我來講已經算中辣了 OMG好辣 再來一口太難 就是真的有做到還蠻濃郁的口味 而且它裡面有蝦子耶 喜歡湯配飯的朋友 你一定會愛這種東西 就是一口這個 然後再一口飯 OMG 很好吃 很好吃 喔 嘿 繼續 洞陽貢愛好者 特地為他選的這個是 洞陽貢炒飯 絕對好吃 我跟你講 絕對好吃 又來了 泰國米 就是比較細長 然後比較稍微偏硬一點點 美麗分明 口感更好 太好吃了 你看這個辣度就沒有那麼臭 泰國米真的是好吃 真的 一 喔 你剛剛居然叫我買這個 這個 就不要買了 沒有 我們要先從清淡的試試到重口味 一直吃重口味 你會想吃清淡的 說的也是 對 好愛死了 我要發瘋了 它香茅味回甘在嘴裡很香耶 剛吃太多重口味 現在要來一點清淡的 混沌湯裡面包蝦仁 它這個是在冷凍區 冷凍區 好特別喔 冷凍食品你們真的不要錯過 不要傻傻的 冷凍食品的那個打泡豬也是 好吃 我真的完全不會去拿冷凍 35塊 這麼便宜 它這個不像是冷凍 因為你看 混沌是很完整的那一種 沒有破掉 很像是現做的 就是我去巷口買的那一種程度 很好喝耶 對很好吃 蝦子又很大隻對不對 很台耶 你閉著眼睛喝 你會以為自己回到台灣 因為真的跟我巷口阿姨 賣的混沌湯一樣 有一個香有味對不對 這個很意外 這個根本不會有人介紹到這個 我跟你講 九成九的人 不可能會拿這碗東西 很少很少 這個蛋呢 它是 溫泉蛋 溫泉蛋 我為什麼要買這個 是因為我很喜歡去搭配 譬如說 東硬公再加個半熟蛋 絕對好吃的嘛 不打拋住再加個半熟蛋 絕對好吃的嘛 來來來來來 我把它加進去裡面 OMG 噢乾袋殼 等一下等一下 在這個深色的飯上面把它拌開 這樣子 哦耶 這樣就會變得更好吃 好好吃對不對 更濃郁耶 就是沾滿那個蛋黃的那個汁葉 OMG 這個我看起來超完美的耶 你也覺得要我喝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下一個呢 是我朋友激推的 蒸蛋 連你也推我嚇到了 超好吃 而且一個才20塊 真的是可以閉眼吃 我是真的不會去買蒸蛋 沒有 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有三個口味 它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一些 小點綴的 魚板之類的 對魚板跟那個蟹肉飯 香菇 蒸蛋是能多厲害 哦 很濃郁 我懂了 就是很濃郁 調那個蛋之後 你要加一些汁進去 湯 對那個湯 高湯 對高湯 這個湯非常非常的濃郁 用好之後 它那個汁會全部吸進這個蛋裡面 然後陪它一起就是煮好 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它的蛋喔 是屬於那種比較像 豆花那樣 就是比較厚實一點點 這個的話 我都會配蟹肉炒飯吃 因為它比較清淡 其實蒸蛋這個味道 是算濃郁的 對吧 然後它兩個搭也是很搭 哦 這兩個很搭 又要躺下了 好好吃哦 各位恭喜你們不用繞遠路了 這一個的話就是 配酒必搭的小五 這個是很像台灣版的甜不辣 這一個最好吃這個 我看照片看不出是什麼東西 它超像甜不辣 這吃起來超爽 哦 欸類似甜不辣 可是它是更有 很像魚板 很像魚板 它是雞肉雞肉 Chicken finger 哦 手指雞 可能是微波過後它變軟軟的 所以感覺像甜不辣 真的很下韭菜耶 是CP家的 普風家的專利是什麼 就是炸雞塊 難怪我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原來是雞肉的纖維 再來呢 到了我們的甜點時間 我們先把咸食往外移動 首先呢除了剛剛的泰奶 跟台灣奶茶之外呢 很多人推薦我說一定要嘛 就那私訊都說什麼 小五這泰國生粉一定要喝喝看 他們的名字的 巧克力牛奶跟香蕉牛奶 他們說就是只有泰國油耶 我滿特別的 韓國也有香蕉牛奶 然後這是泰國版的香蕉牛奶 哦 畢竟香蕉在泰國也是很紅嘛 就是因為只有泰國加 香蕉的比較 我沒喝過香蕉牛奶 可是我前幾天有喝這個 很好喝 巧克力 跟韓國的不一樣耶 不一樣比較淡一點 嗯比較淡 清爽一點 韓國就是很濃郁 好特別哦 就是其實它還是一個香精味 這種東西就是怎麼 不是真的香蕉 它就是香精味 可是就是覺得很爽 這個就要配那個吃啊 因為我跟你說我喝奶類 我喜歡配澱粉的東西吃 但是雞蛋糕配珍珠奶茶 我都會這樣吃 就是要奶配澱粉 這個是澱粉對不對 這個是澱粉 這個的話是綠蛋糕 斑蘭綠蛋糕 曼谷的街邊最常出現的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要回台灣的話 你可以帶回去 然後在冰箱微波來就可以吃了 它可微波可不微波是不是 要微波 一定要微波 要微波 長這個 呃 長這個樣子 有一點花朵的形狀的感覺 Q 喔 很好吃 是我第一次吃耶 斑蘭綠蛋糕 QQ的 它裡面有加一點那種太白粉的感覺 所以才會讓你感覺有QQ的 斑斑的感覺 對這樣 不要因為它是綠色的就不敢買 好吃耶 這是斑蘭口味所以才綠色 那個泡芙也非常的好吃 對那個很好吃 泰蘭口味的讚 然後我沒吃過原味 第一名推是泰蘭口味 那爆漿 很好吃 對爆漿 而且我也跟妳這樣想說 喔我只要吃一半放冰箱 結果 吃碗 整合吃碗耶 喔很好吃 我跟你講我們這時候喝 原本爆紙的就是那種 超級死甜 小朋友愛喝的那一種 結果不會喔 它是 濃郁的巧克力香 然後甜度其實差不多是 台灣的半糖左右 就還可以接受 很濃郁 妳喝過巧克力有沒有 很好喝 這很好喝 這一個的話是泰國品牌自己出的 然後就是帶妝的 然後這一個的話就沒有那麼濃郁 其實是比較水一點 真的假的喔 對對對比較水一點 我來喝喝看 喔有差有差 我跟你講巧克力妳有來問我就對了 它這個呢是屬於巧克力味濃 比較沒那麼甜 這個是用糖去把它甜味增加 可是巧克力味香氣比較沒那麼夠 然後又比較水一些一些 它就是很甜的 蛋巧克力還是這個 對喜歡喝濃的可以買這個 價格差是兩倍 這個的話是十幾塊而已 然後這個二十塊 差這樣子喔 對對對價格 我跟你講都來泰國了 還是喝好喝的比較重要 好的我們甜點也吃完之後呢 很多人想問說 欸那這樣子我可以帶什麼回台灣呢 除了剛剛那個斑蘭蛋糕之外 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掉下去的聲音 就是泡麵 因為其實泰國通常大家都買媽媽麵 對媽媽麵 我就想說 欸媽媽麵 台灣的全聯就在賣了 很多地方都有在賣 那要什麼特別的呢 Benson就挑了兩款 跟我說一定要買 就是這個 登登 我沒吃過也沒看過耶 這個巨好吃龍登我 在泰國第一名 它其實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樸實 但是它是辣椒炒海瓜籽 辣椒海瓜籽麵 它是乾麵是不是 乾麵 然後它其實有點像我們台灣口味的沙茶醬 它裡面的精華就是那一包醬 沙茶醬 我超愛吃沙茶醬 它有兩包 一包是辣醬 一包是沙茶醬 然後辣度你可以自我去調整 如果不能吃太辣不要夾太多 那我要回去試試看 因為現在我們真的吃不下 我們必須把這些都 KING完之後才可以退房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立馬 飛到機場去 沒有時間了 我們是打破最後兩個小時 拍片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大家去Seven 真的會亂買 怕你麻錯 好不好 看到這邊 感動的人請點個訂閱 或是有學到有買到 分享分享 分享 然後訂閱喔 OK 感謝大家 等一下你知道這一包多少錢嗎 15塊 7塊錢 買一整箱才150塊 所以我每次都買一整箱 7塊泰銖 7塊泰銖 第二個呢 就是 鹹蛋泡麵 鹹蛋 所以它是有點像那種金沙的感覺 對 它裡面也是有一包鹹蛋粉 然後跟辣醬 天啊我原本我喜歡買那種袋裝 因為比較好塞行李箱 結果它賣完了 它這個牌子是OK OK的 OK在泰國是大牌 然後它除了鹹蛋口味 它還有其他六種口味 反正呢 我就把這大尾去吃 今天就不特別開箱 可是如果說你想來泰國外 可以買回飯店吃吃看 好吃再 吞回去台灣 因為這台灣都沒有 我是沒看到的 對 我是沒看到的 那如果說各位粉絲看到這支影片 你有覺得 還有其他我們漏掉的 或是你吃過覺得好讚好讚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跟大家分享 愉快的交流版這樣子 然後祝大家來泰國玩玩的開心囉 好的我們謝謝Benson 謝謝 喜歡這影片的呢 記得分享 訂閱按鈕 追蹤按鈕 怎麼樣呢 開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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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